兩岸國際,首先講一下中亞的消息 吉爾吉斯總統羅帕夫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說 由於俄羅斯不再反對,所以中國和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三地鐵路的計劃 談了二十多年後,終於在2023年動工 說普京最後明白中亞地方,即是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需要這條鐵路 所以表示俄方沒有意義,即是說如果需要的話就可以蓋 這條鐵路可以縮短中國運送貨物去到中東和歐洲 即是縮短了現在現行的路,比現行的路縮短九百公里 這條鐵路可以快七至八,快了一整個星期 即是說了二十五年,但之前因為俄羅斯一直反對的情況下 它還未起到,但現在俄羅斯就不再反對了 俄羅斯應該是沒有辦法再反對 因為它想要中國的幫忙 所以亦想要中國的東西進去 所以就沒有反對,始終這件事中國是一個第一者 但雖然2023年動工,我相信也要2022 我相信也要三五年過 但可能俄羅斯會一直被中國的勢力進去 因為俄羅斯已經沒有能力去反對 但俄羅斯對抵抗美國 俄羅斯是居公自衛的 俄羅斯是第一個跳出來打破美國的部署的國家 如果俄羅斯打了敘利亞的話 支持敘利亞的話 美國的阿拉伯之春整個計劃就在敘利亞那裡停了 而這次它整個北約或者對付中國 對付中國的印太戰爛的所有事情 就是被俄羅斯一夜打烏克蘭就整個都打亂了 而美國的經濟霸權 美國整個金融霸權 也都因為俄羅斯這樣打烏克蘭 整個格局改變了 那格局就是你會沒收別人的錢 但格局發現原來被你制裁 因為俄羅斯有資源也不太嚴重 所以整個事情是敘利亞了 整個事情是敘利亞了 所以俄羅斯都是這些帝國 它一五人口吃回東瓦蘭 如果東瓦五國再加上白俄羅斯 加上白俄羅斯 加上中瓦那幾個國家再回來 它有兩億人口 勢力跟以前不可同言語 跟一億半人口的俄羅斯 就不可同言語 問題是它一定要中國支持 它一定要中國支持 所以如果再打烏克蘭 等下你再講烏克蘭 不講,昨天講了 烏克蘭如果俄羅斯一直贏的話 大家看政治現實 只有在外行人看熱鬧 內行人看門道 在政治上 外行人看究竟是忠還是奸 這是石堅還是關德興 但如果是內行人 你一定看究竟會有什麼影響 跟著之後 因為大家不會被 任何情感的影響 也不會有什麼正義與邪惡的影響 你會客觀地分析這件事 究竟會有什麼影響 最後 如果俄羅斯一直 現在下去的話 我相信烏克蘭的戰局會安保 大家都需要俄羅斯的 我相信既成事實就是這樣 但既成事實就是 中國就乘機入了東亞 大家已經忘記了阿富汗 但我相信中國會進去 因為阿富汗在距離很遠 所以不是距離很遠 而是中國不走的那條阿漢走廊 究竟中國怎樣去阿富汗 就是讓中國任何去經營中亞 大家也會問 繼阿富汗變天之後 塔利班頻頻向中國示好 繼此之後 吉爾吉斯今次都說 終於可以起到跌路了 中國未來發展的 戰略發展的重心 會不會去到中亞那裏呢 我相信是 變行 變行 以中國這麼大的體質 不會只是發展 不會只是發展一樣 但俄羅斯是很關鍵 所以當年特朗普有一定的正確 就是說 我要穩住俄羅斯才能打中國 而拜登 所以其實他們 你不穩住俄羅斯不打 不搞得中國 所以就一直佩服俄羅斯 但問題就是 如果他其實整件事 拜登就不同 拜登就同時間要挑起兩條戰線 而挑起兩條戰線 結果就是 你被在那裏突殺了 那時候如果他不惡化俄羅斯 俄羅斯是不會打烏克蘭的 你沒有藉口打烏克蘭的 就是說你按著烏克蘭 不給給俄羅斯 然後你全力去打中國 那是會比較有利的 但是民主黨泰國 美國已經沒有能力去打兩條戰線了 整件事就是這樣 因為打兩條戰線 所有的戰爭 所有的東西 你都是不適宜打兩條戰線 就是等於德國這樣打兩條戰線 如果他那時候只打蘇聯 會比較好 跟蘇聯打 但是後來又是德洛羅萬帝 兩邊戰線左右夾攻 他很難打 四戰之國 你知道吧 看看中亞戰的情況如何 大家以往就會猜 非洲會越來越好 中東可能會越來越亂 但是現在有些新的情況之下 看看會不會中亞或中東地區 雖然兩邊是不同 但是連近的地區 會不會轉好 我覺得非洲可能會越來越亂 因為沒有東西吃 講完這個之後 講一下韓國的新聞 之前就是震驚全球 可以說是N號房事件 數目多 數目太多 社會人數的100萬 社會人數高於26萬 據韓國人自己的統計 就是這個人數 跟韓國的的士一樣那麼多 就是你在街上看到幾個的士 就在裡面有幾個 就等同於你看到有幾個會員一樣 是 另外就是因為受害者最小是11歲 所以就在月亮界有很多 涉及的主犯、博士、趙主博 趙主慘 一審的時候 就在一列一審的時候判了40年 另外就要賠其中一個受害人5000萬 聽起來就很多 但折合是31萬 當然 受害者一共25人 如果個個都是30多萬 就可以賠成幾億的汪 但是呢 大家都說這個數字似乎太少了 我的賽者是多少人了 25人 多中8個未成年 25人 25人 如果是港幣的話 乘31 都是1000多萬 是,1000多萬 是的 但是他知道他找到多少 很多 這件事都很重 但是韓國根本是一個這樣的國家 所以人們會很膚淺 覺得韓國很好 希望香港就像韓國那樣 其實韓國 我相信韓國會沒有香港 那些一般人 因為韓國是很地獄鬼角的 看過那些什麼 那裡的寄生蟲 所有寄生蟲 大家都應該知道 經濟結構來說 其實韓國在財閥的控制方面 是嚴重的日本 我覺得是貼近烏克蘭的 是嗎 是的 烏克蘭類似這樣 所以是很糟糕的 我不知怎辦 如果財閥控制的話 就會有很多雞 所以很明顯 講完這個韓國新聞之後 再講一下美國消息 最近Tesla的創辦人Elon Musk 就向他員工表示 就是說 所有的僱員 全部都要回去辦公室到上班 否則就會被人解僱 為什麼呢 就是說 Tesla 就可以 即是創造 並實際製造地球上 任何公司都 即是 任何公司都可以 比任何公司更加好 更加有意義的產品 不是扣打電話實現 所以 每個星期 一定要回足公司40天 即是40個小時 即是40個小時 回足公司才可以 如果 還說回到家裡 就要被人解僱 當然啦 如果你回到家裡 再自動加班的話 理論上 Tesla也不會阻止 是 那都是 四十個小時 每天八個小時 回五天 對啦 那都不太過分 但是大家就說 就是 以往可能被Apple 或者Meta 或者Google 那些 就說 原來Web憤空也沒有影響 那就是影響了 以為 現在全面走向Web憤空趨勢 但是呢 現在 潮流尖端的Tesla 又要回到辦公室 那大家又會說 啊 會不會有些 生產模式的東西 又要掉亂了 所以 那大家覺得 Work from home 就是管理也沒那麼好 管理也沒那麼好 管理也沒那麼好 好無疑問 Work from home 是管理也沒那麼好 所以 大家都希望那些人上班 不是要公司來做什麼 那當然 上班有什麼好處呢 那就是 據這個 新聞就說 有統計過 就是 那些人呢 就太久沒有見過同事 或者戴著口罩 沒有見過同事的樣子很久 那所以呢 當他們接種完疫苗之後 回到工作 而且又脫下口罩的時候 看到同事之後就說 啊 好像一種一見忠情的戀愛感覺 不知道之後呢 會怎樣 有些就說 可能甚至一起了 那就是說 重返辦公室 新官複成的時候呢 帶來的寂寞感 和這個遠距離工作形態上 帶來的近身連結感呢 就令到他們 就 上班之後呢 就 這個辦公室的戀愛經驗比例大幅上升 是 都是的 好無疑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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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彈 或者是一些 開了一個 list 就是禁止入口 或者 販賣一些 突擊型的武器 包括一些暴槍等等 啊 情況就是這樣 那些是 那些是 加拿大從來都是管轄槍 管轄槍 那些人就會覺得 美國的槍鞋 管轄都那麼嚴 嗯 管轄都不嚴 所以就是 如果不是 你沒有辦法能夠在美國生存 因為如果 但是加拿大都一樣 這樣的地港人氣 那為什麼加拿大沒有槍鞋 可以生存到呢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加拿大和美國一樣 一樣都可以曬引大海人發 而且一樣都是住在很遠 為什麼加拿大沒有槍鞋 可以生存到呢 所以 那個理由說不通 嗯 難說一點的 美國的法律 有時候都是 挺奇怪的 例如說 根據美國的槍鞋管制 現在呢 它是不可以擁有 一些連射的特殖武器 但是 這一條的規例 它是不限制古董的 例如說 人類最早的機槍 應該是 南北戰爭時期的 加特林機槍 首搖那隻 如果你有一支首要的加特林機槍 加有一瓶那些 那些 那些 那波倫 和那波倫 青銅炮 如果你管理得好 它連線射到 理論上你是拿著那個東西 是不犯法的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奇葩 一些他們的邏輯 我講了邏輯問題 你是說 如果你那些 政府不好 人民有權推翻政府 如果你限制人民武器 你又如何推翻政府 你才可以推翻政府 對嗎 是邏輯問題 我呢 就准用機關槍 你就不准用機關槍 但你就有權推翻我 我又准你用武器 那些說不通 如果你用那些邏輯 但是加拿大就管得嚴一點 那就 好像以往都沒有那麼嚴重 但都發生了一兩宗很嚴重的案件之後 那它就管嚴了 香港也經常發生 這些 其實你管理槍械 例如一些人都說 管理槍械 是 那個嚴格程度 是由 什麼開始的 管理槍械 管理槍械的嚴格程度 是由 是很不公平 令到罪犯更容易得到 譬如人家更加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但其實這也是說不通的 因為它是令到普通的罪犯 沒有那麼容易得到 大部分都是普通的罪犯 只是讓一些很有能力的罪犯 可以拿到槍 這就是當時的 這就是最大的目的 最大的目的就是這樣 所以普通的 無端的一個九不答八的罪犯 你拿不到 因為這些職業罪犯才能拿到 槍械的 在這樣的狀況 當然就不會禁 為什麼可以禁 如果不是的話 他軍官複合體 是不是要政府賣單 是 也是 沒有可能的 所以 槍枝反弄的問題 一直都是美國的嚴門 現在就連及到其他地方 其實有些歐洲國家已經禁了槍 都免得跟你在狗前下去 但是 對於加拿大來說 也是有一個難處 因為其實有些美國的槍 加拿大 有些槍是美國不能買 加拿大才能買 所以有很多美國人 都會去加拿大玩槍 所以你說能否限制 對於這麼大的民用市場來說 我覺得限制的程度 都比較難 是 那麼今天呢 國際也先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住 like share 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 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 亞洲電視頻道